這個不是最新推出的嗎? 用了Qualcomm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由144Hz提升到165Hz更新率的華碩 ROG Phone 6 你只是說一部新機 我見Asus推出了一部新機 打算上來試玩 不過見你這麼熟,交給你介紹吧 沒問題 不過你剛剛玩的賽馬兩人 我沒玩 HELLO,大家好,我是Hannah 現在我手上這些就是華碩 今天新推出的ROG Phone 6 我們馬上看看它跟上一代有甚麼分別 螢幕跟上一代一樣 都是6.78吋FHD 不過更新率由144Hz提升到165Hz 觸控採樣率由360Hz提升到720Hz 為電競而生的ROG Phone系列 CPU效能當然非常之重要 今代就用了全新的Qualcomm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速度可以達到3.2GHz 大家都知道打機需要很高的運算速度 就算旗艦機都有機會過熱 不過ROG風式就有個重新設計的 Gamecool 6冷卻系統 散熱能力就比其他普通電話更理想 如果想再加強冷卻系統 還可以加上AeroActive Cooler 6風扇 現在風扇就開了風冷模式 給大家聽聽 不過安裝了風扇之後 整個機身厚了很多 按Airtrigger就變得沒那麼快 不過好在可以靠風扇後面4個實體掣幫忙 講到Airtrigger 今代就加入了Press和Lift的新操作 現在用了Airtrigger 我就可以一邊走一邊寫 命速率就高很多 現在我可以準備做MVP了 可以看看我 現在全部手指可以在螢幕上 不用動 我一邊走一邊寫 它的電量跟上一代一樣 都是6000mAh 同樣都是雙電設計 亦都支援了65W快插 不過由於它改善了冷卻系統 所以新一代的ROG Phone 由0-100的充電速度 就是42分鐘 比上一代快了10分鐘 打機除了畫面之外 聲音都非常之重要 聲音方面 ROG風式就用了GameFX 除了可以加強臨場感 玩一些FPS遊戲的時候 還可以方便你聽到敵人的位置 打起來就更加投入 更加有信心 現在我正在玩這個Call of Duty 它的畫質都非常之好 而且聲音 你會聽到 你會聽到從哪裡來 可能後面 你會感覺到距離感 嘩 等一會 哎呀 特別我現在玩這些槍遊戲 流暢度很重要 但我覺得它是表現得非常之好 現在是 玩得很投入 哎呀 立即死了 哎呀 不管太短了 哈哈 然後呢 我現在的風扇 我現在手放在兩邊 是感覺到它有風力 都非常之涼 即使夏天玩久一點 都不會覺得很生氣 雖然說是電競手機 不過我也想知道它的相機表現是怎樣 ROG Phone 6 跟上一代一樣 都有三鏡設計 主鏡頭用了Sony旗艦級的 IMX-766 sensor 提供5000萬像素 而超廣角鏡就有1200萬像素 微距鏡就有500萬像素 遠攝鏡就沒有了 以旗艦機來說 規格算是中規中矩啦 跟上代一樣 ROG Phone 6有兩個版本 基本版就是 16GB RAM加512GB ROM 次有黑白兩色 有彩色背面屏幕的Pro版 就是18GB RAM再加512GB ROM 只有白色 我自己就覺得兩隻顏色都很漂亮 不過黑色就比較有電競感 今天我們的電話編輯 Tony就試用完 我們看看他對這個ROG Phone 6有甚麼看法 試完之後我發現ROG 6 和ROG 6 Pro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因為這個是10GB RAM 這個就是18GB RAM 其實效能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一個是乳豬燈 閃閃閃閃閃閃 一個是比較便宜 有個走馬燈 又可以自己去編輯一些特別的字 另外強力建議大家買這把風扇 最強的地方就是他安裝了之後 可以完全完全跑得完 安兔兔的壓力測試 近年我沒有試過一部旗艦機做得到 所以我強力建議大家買 最好官方自己送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對新機有否興趣呢 留言告訴我們 其實有甚麼手機遊戲可以推介一下 都是玩Call of Duty那些 不如問問觀眾你們 謝謝呀 超馬龍啊